钟汉良未美尽照曝光,长相惹争议,网友,难怪连唐嫣都甘拜下风。 钟汉良是大家心目的不老男神,粉丝亲切地称他为小太阳,小外等。 钟汉良出生于1976年11月30日,中国香港。 钟汉良颜值很高,年轻的时候也是一枚小鲜肉。 钟汉良出道多年,无论是古装、民国、现代戏,都有出色的演技表现。 钟汉良除了作品,为人也是相当低调,更不会轻易曝光自己的私生活。 钟汉良最开始一歌手和舞者两种身份出道的,1995年发行首张专辑Ria,连续两年被评为台湾时大最受欢迎偶像。 随著何以声交默热播,钟汉良和唐嫣也是再次大火,并被网友称之为,何以称赵默声景点CP。 钟汉良,钟汉良和唐嫣也是再次大火,并被网友称赵默声音乐。 钟汉良饰演的何以称如此完美,满足了女生所有的幻想。 唐嫣也是美帅了,好多人也很喜欢她。 钟汉良除了拍戏在电视荧幕上,能看到她精湛的演技和帅气的容貌,基本是不会在真人秀和综艺上看到她。 钟汉良的不但是演员,歌手,还是一名舞者。 这么有优秀的男神,相必也一定是离不开的父母的教导。 直到在钟汉良一次活动中,她父母亲自来为儿子捧场,被抓拍了下来。 钟汉良的父母很低调,衣住朴素简单,看住台上的儿子神采飞扬,满满都是骄傲和最好感。 感觉男神更像妈妈多点,然而就是这样一对普通的夫妇,生下了钟汉良这样的大帅哥。 钟汉良还有一个妹妹,两人关系也是特别好。 钟汉良是儒雅男生的代表,和妹妹Jackie却跟她是两个画风。 钟汉良的妹妹Jackie,她的妹妹是一位职业消防员,个性独立,行动力强,热衷探险,工作之余,常常会独自背包出行,是个真正的女汉子。 钟汉良对妹妹很好,钟汉良透露,因为妹妹喜欢急速前进这个节目,才会答应参加。 两兄妹的性格也大不同,钟汉良更是大帅妹妹Jackie心思细腻,精力旺盛,又领导才能。 钟汉良也很为妹妹的骄傲,觉得Jackie职业很伟大高尚。 网友看两兄妹的近照,表示,这是亲生的吗?男神继承了父母的基因,孩子创了优点。 还记得钟汉良在上海过生日的时候,妹妹更是从香港到上海,为哥哥庆祝生日,小瓦也是非常惊喜,可见兄妹俩的感情非常好。 钟汉良坚少出席一般商业演出,但这次是为了答谢歌迷和粉丝就举办了一次生日会。 钟汉良更是表态立场,鼓励大家不要送礼物,只要写情书支持他就好。 亲情试着世上,怎么吵怎么闹也分不开的情。 还记得小时候调皮捣蛋,豆嘴咬过米脖子,共同骑过一车子,俩人睡过一屋子。 姐姐,妹妹,哥哥,弟弟,流住一样的血,吃住一锅饭长大的,是陪伴的自己一辈子的人。 钟汉良和妹妹的关系这么好,也让好多人羡慕。 情感导师赵川,人人都为他的高智商点赞,曾被誉为情感教父的他主持节目也是杠杠的,比如前段时间的《现在就告白》第二季非常火爆,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,非常值得去看的一档节目,不但可以受益赵川的知识还能学会如何在感情的路上少走些错路。 如果哪位小伙伴有情感方面的问题,可以关注一下这档节目哦,希望赵川老师在这个节目的话题能对大家的问题有一定的帮助,希望你能收获更多的感情启迪。宋小枫老师也在哦。 现实的生活中,钟汉良早已经结婚生子。 妻子一点也不比唐人差,钟汉良老婆谢义化,身高172,两人于2012年左右结婚,在台北最豪华的细腻区买了房,哇噻还是个年薪超千万的女强人哟。 钟汉良与谢义化的女儿,大概有三四岁了。 钟汉良一家三口,一直都很低调而幸福。